那一刻我才明白 有些東西是用眼睛看不到的 一直以來 我都是一個我和我素 獨來獨往的人 每天都想把這個世界 調到正一模式 什麼都不用理 什麼都不用聽 什麼都不用看 導致我有這樣的性格 其實都有原因的 就是 我有一個很囉嗦的媽媽 去哪裡 出去 跟朋友 去哪個朋友 你不認識的 說了 我不認識你不用說 一陣子WhatsApp來 點WhatsApp給我 你現在說不可以嗎 行了我趕要出門 你很煩 趕趕趕趕趕驚嗎 她說是沒用的 好快要打機了 出來吃飯 行了一會兒先 快點吧 冷了 我也說一會兒先出來吃 這些爭吵的畫面每天都上映 我真的不想再和她溝通了 直到這一天 我收到她發給我的一個訊息 黑暗中體驗館 黑暗中體驗館 蛤 她又想怎樣 我們準備出發 在半推半就下 最後 都是如其所願 來到這裡 我會想要去黑暗中體驗館 我會想好好和女兒 你一次真情的對話 女兒 你長大了 你有你的世界 你也有你的世界 我的世界 從你出生開始 就圍著你轉 我已經長大了 你不用再圍著我轉 但是你的世界 你每一次的時刻 我都很想參與 平時我啰嗦 都是因為我穿著你 但是 你知不知道 你重重覆覆地說一件事 對我來說是很煩 很困擾 關心不是這樣 我都需要一些個人的空間 我都大了 我不想每次都要向你交代 我明白了 你不說出來 我是不知道你想什麼的 你從小到大 我都是習慣用這樣的方式 去關心你 但是 我忘記了 你已經長大了 你不是小朋友 不需要媽媽 經常提醒 你開始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和態度 只要 我們是溝通方式 轉換一下 我們可能 就不會有這麼多爭執了 現在請你們好好感受 你們即將摸到的物件 請請 請請 我積了一條頸巾給你 請請 外面很冷 穿上衣服吧 行了 關心什麼事 涼了 不會 你不懂的 行了 我說要出門 好啊 直到這一刻 我才明白 媽媽遞給我的頸巾 不單止有她滿滿的愛 還有很多我忽略的關心 即使我多任性 她都會選擇包容 其實 如果我將讀來讀往的時間 請請 請請 外面冷啊 穿上衣服吧 放在好好聆聽母親的話語上 請請 請請 我們 都能夠更加了解彼此 請請 請 媽媽呀 我知道你是關心我的 其實 我都想跟你好好溝通 我也很珍惜你 我能夠再次進入你的世界 我已經很開心了 請請